在美国有一本书叫《湛蓝小孩》 里面有一个光谱仪 大家去拍照的时候会呈现不同的颜色 自闭症的这些群体呈现了大部分都是湛蓝色 那在色彩学里面蓝色是代表智慧 当周围的爱足够的时候 他愿意敞开心胸呈现他的天才 我们希望湛蓝公益就是他们的一个避风港 我叫张曼竹 我在台湾台中出生98年的时候 因为工作的关系来到上海 做公益是需要很多的爱 针对这些特殊群体 除了爱可能要更多的耐心 他对你信任之后 他才会慢慢慢慢打开心房 欢迎大家 欢迎 欢迎 你在等谁 我在晒太阳 你在晒太阳 好棒啊 每个人退休生活都是可以去旅行 然后可以过得很安逸啊 可是我做了这个公益之后 我发现我所有的时间 连晚上的时间 连假日的时间 几乎都会被这个事情给填满 这个落差真的很大 所以呢 你没有看到他们的进步的时候 你就真的是撑不下去 你看到他们的进步 然后又看到更多的人 愿意因为这样子 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他们认识 然后他更愿意付出爱心的时候 这个就是最大的动力 我们希望在上海这块土地上面呢 能够发出不一样的光彩 因为上海在十年的时间之内 有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尽我们一分心 为这个社会 为这个城市 去关注到这些特殊群体 这是我们的义务 而且也是我们大家的爱 我们从09年找场地 从带五个自闭症的孩子 让他们学习手工 在学的过程当中呢 你会发现说 他们没有办法去完成 可是相处了几个月的时间 发现这五个孩子 其实他们有改变的 所以这个事情就让我们觉得说 哇 是一件 值得去继续下去的事情 然后一直持续到现在 常常会有人问我说 你都教这边的孩子 你为什么不回台湾 去教台湾的孩子 我说跟他们相处了 又有感情 就更舍不得放掉他们 更希望说他们能够更好 就像一个妈妈 在期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最近这几年呢 其实有很多台湾的朋友 他们有专业的特殊教育的经验 来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也希望两岸更多的交流 可以把这些好的经验 分享给我们这边 所有从事特殊教育的这些好朋友 大家用爱去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 对吧 感谢观看